火车马上就要进入吴州市了 给大家看一看吴州气派的城市建设和环境 不愧有绿城之都 百年三步的美誉之称啊 同时它也是国家园林城市 全国山芸模范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自古被称为三江总会 同时也是中国西伯大开发 12个省中最靠近 港澳台的城市 吴州它是以汉族为主的多名族居居地区 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是三层建筑 绿化做得非常到位 吴州去广东和南宁也是特别方便 快到达吴州火车站了 看看吴州市的水平发展得怎么样 整体都在这里规划之中 我觉得建设的还是比较气派 高楼大厦还是挺多的 在这一带 吴州的GDP在管系来说 也是相对来说靠前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它的这个气派的城市建设吧 乌州主要的大学就是吴州学院 也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 我觉得它的城市建设还算可以 毕竟也在发展之中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他城市的一些建设 房价的话估计应该是5000亿平左右吧 那年的淋漓很轻 那年的书包很满 那年还没有高铁站 汉高后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83年 赵光在此建仓武完成 这也是吴州建成之史 淮南的豆腐和火车站 淮南的街 淮南的酒 淮南的八 要把比火车跑得快 淮南的天 淮南的美 淮南的面地和夏丽 淮南的山 淮南的水 淮南的啤酒 淮南的我和你 那时的天空很烂 那时的前世前 马上就到站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以后我会介绍所有的一些火车站的历史 感谢大家的关注 到站下车 之前是動画传闻了 既然在永远 当场 敬论 前世后 请 请 感谢观看